你这个臭女人 老子姑娘来是干吗的 当帮别人宣传这些酒来了 还问别人酒什么时候上市 陆总 这就翻脸了 不继续装你的老好人了 姓陈的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们宁时酒夜 迟早是我的 姓陈的你完了 得罪陆氏集团 是吗 你马上就会知道 到底是谁完了 你这个窝囊费 有点本事又怎么样 还不是马上就要被陆氏集团 踩在脚下了 什么 陆氏集团的罪证公布于众 陆氏集团股票大跌 陈先生 这都是你做的 陆氏集团 你真傻 你不愿意我引出陆氏的鼓舞车 陆氏集团 你搞我 我一定会叫你回来的 好啊 姓陈的 你可算是来了 陆一鸣 你就是当年害死我父母的鼓舞者 不错 没想到吧 害我成家满门 就凭你 你气喘得比我还厉害 你不可能是鼓舞者 怎么 不信 出来吧 别躲了 我早该想到 真正的陆家鼓舞者 只能是你 姑爷 没想到吧 姓陈的 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经济 搞垮了我陆家 但是只要有我家主鼓舞者在 我们东山在一起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姑爷 您和宁总可千万别怪我 怎么可能是你 王秘人 是我 一直都是我 你父母当年也是死在我的手里 只不过可惜 跑了个你 但当年 你应该跟我差不多大 没想到吧 我们陆氏代代相传的鼓舞者 是武学的传承 当年大人虽然年仅八岁 但已经是我们陆氏新一代的 鼓舞者掌门了 可你 可你为什么来我们宁家 还和我一起长大 不过是为了在本家之外 找个欺身之地罢了 不一定吧 你 怎么 唐唐一先看出来了 那有什么难的 你这身功力 应该是上一代鼓舞者 传给你的吧 不错 那就对了 你们这种传承方式 虽然会让每一代鼓舞者 从小心智成熟 武力之高 但不过四十岁就会早腰 邪蒙歪倒霸 那又怎么了 你们上一代鼓舞者 发现了横空出世的宁氏酒叶的酒中 有一种药材可以减缓你们早腰的岁数 不错 不错 你猜到了 那我就不瞒你了 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你们都得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还在逞强呢 我刚刚把电梯故意挺在楼上不动 就是要看你爬楼后的状态 没想到吧 唐唐一仙已经身中剧毒了 什么 你什么时候中毒了 你的呼吸已经出卖了你 喘成这样 你已经没救了 没想到张仲景办事还挺靠谱 让你唐唐一仙中毒也不自知 你已经命不久矣了 欣恩 他说的是真的吗 好了 试相点 赶紧把那个药的原材料交出来 我还可以考虑留他一命 就你现在这样 还想跟我斗 王班的 害得我路是好惨呀 不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没事 怎么不可能 你 是你 不错 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了王秘书 什么 你就不想知道我怎么搞垮陆氏集团的吗 你 我不过是让老张趁你对付我和希若的时候偷走了陆氏的罪证 还让沈会长和吴总甩卖了你们很多股份 是他们 是他们 没错 这些人 都是你一开始安排对付我的 但你没想到吧 我作为一仙对于他们来说 更重要吧 不错 王秘书 你也别怪我 完成这事 是我败入一仙门下的情景 陆总那边 只不过是让我成为医学院的院长 你们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个 我很正直的好吧 老张 你不就是觉得学会《魂命十三针》 比当医学院院长更重要吗 师傅 为人面前留点面子 你们两个联手又怎么样 陈欣安 你刚中了我一仗 不可能打得过我 我就算不中你一仗 我也打不过你 你太高估我了 你 你给我下毒 不错 你刚才那仗我用银针接了 也没什么 就是功利全尸罢了 你 你这个王八蛋 当年你也是这么对我父母的吧 当年你还功利不熟练的情况下 很难对我陈氏造成重大损失 是我 你怀疑 不错 我们陆氏鼓舞者 就是毒王的传人 王秘书 可惜了 你们陆氏鼓舞者 毒王的传人 到你这儿 就到头了 刘雨 你还会不熟练 你再说 你还会不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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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妹 你 你就原谅我们吧 是啊 五姐 求你不要把我们赶出宁家 说 要不 说什么呢 我们是医仙 又不是罪犯 你们不想离开宁家也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去缅北吧 我最近在那开了一个酒厂 你们俩人去那儿正合适 算了 老张 我还是觉得你说的那个方法更好啊 我们去 我们去 爸爸妈妈 这怎么回事 你还说呢 都是你打的赌 陆家集团倒台了 宁市酒业 我家大涨了 那恭喜您走了 跟你老公有一个好大儿了 你少打呀 还得是师娘 关注师傅